喜到公辞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记》 作者 庄碧凡 第344集 地面白骨堆积成海 而这也不过是当年惨烈状况的冰山一角 不知何时起 林飞的心中再无恐惧 而胸腔内被引爆的怒与恨 只能以杀来平息 他要用这只畜生的鞋 祭奠身下无穷无尽的枯骨 刷的一项 披护万里之遥的剑盘 顷刻间会拢一处 无穷的光亮从林飞身前展开 那倒能够裂开天地的剑盘 横空而下 风锐的滑光斩破虚空 从浑源血液之上斩下 灵力惊人的剑光 仿佛切割豆腐般划破血液 而后 以无可阻挡之势 斩碎藏在血液中的凶兽 哗的一下 凶兽身躯碎裂的瞬间 血液崩塌 无穷鲜血如狂暴大雨般 倾洒而下 林飞指尖在微微颤抖 他看着浸润在这片血雨中的白骨 面无表情 心中如大浪翻滚 又似平静无波 天地寂寥 杀鸡顿消 那股激荡而出的 似要将天地崩裂的威势 渐渐消弭 随着凶兽的死亡 心结幻境逐渐凋零 雷雷白骨 泼天血雨 不断在眼前消失 第五次心结结束了 林飞等待回归现实 可却看到 幻境凋零之中 浓黑的天幕 在眼前扑身 刺目的光芒逐渐凝实 天地 一半光明 一半浓黑 他立在黑白交界处 影子拉得极长 煞事间 心如雷鼓一般 跳动了起来 抬眸看去 一道身影 出现在身前 林飞额头 倾筋不自觉跳动 脸上血色进退 冤黄 山壁之外 陈瑞一路飞掠而来 面上喜气洋洋 林飞进入山壁后的几天 陈瑞去了一趟西山 这误打误撞地 进了个数千年前的大墓 也不知道是哪个药师的墓穴 里面栽种了千百种药草 可惜 实不存一 只有一株红人灵果长得好 结出了两颗 灵气充裕的喷香果子 陈瑞见之大喜 红人灵果极难栽种 它不洗光 不洗潮 必得灵气充盈之地 才能生长 而且 三百年才结一次果 虽然不是什么 试之珍惜的灵药 却也足够宝贝 尤其是 红人灵果有着 敌荡体内灼气 净化经脉的作用 对修士而言 乃极其有益之物 不过呢 这个果子有个特点 那便是 吃一颗 效果惊人 第二颗就没用了 陈瑞遇到之后 便迫不及待地吃了一颗 只觉得身心舒畅 但看着枝丫上最后一颗 却陷入了沉思 还剩一颗 给谁啊 师父 算了 给那老家伙 就是浪费 这个念头一出来 陈瑞就放弃了 陈瑞脑子里的小心思 转来转去 一下子 转到了在石壁内 闭关的林妃身上 回想着林妃在地下 大妖墓穴中的表现 以及他家师父 对此人的评价 陈瑞的眼睛 越来越亮 这可是一座 极其靠谱的大靠山呢 若是能跟着这人 学个一招两拾 或者以后出门 有这样的高人罩着 那我以后 还有什么可怕的 没准 真能摸几个大木 从此以后道路平坦 冲天直上呀 陈瑞越想越觉得 新潮澎湃 便取出玉瓶 将那果子装了 一路奔驰来到了山壁之前 山壁之外 空无一人 这个时候 摸金派的弟子 多半都出门历练了 少数几个不成器的 也不会胆大的 来近地胡闹 陈瑞看着手中的玉瓶 眼睛不断转来转去 暗自思索 虽说我这的确是找靠山 可一会儿献宝的时候 也不能表现得太过谄媚呀 否则可能会被里面的家伙瞧不起 他觉得 讨好别人又不能过于贬低自己的身份 如何做到自然 这是个大学问 陈瑞这些年 没少做这些看脸色的事情 已经驾轻就熟了 当即脸上挂了一抹笑 转动雪域进地的机关 万丈峭壁轰然中开 茫茫风雪扑面而来 陈瑞被冻得哆嗦了一下 他运转真元护住自己 暗道 这家伙也是个怪胎 就算要静修 也不至于选这么一个地方吧 摸金派别的没有 就是地方够大 山清水秀 花柳城去的地方多得很 难道还容不下你一个命魂境界的修饰闭关吗 陈瑞调整好表情 从大开的山门内走了进去 顿时 满目苍茫的白雪飘飞 寒风在天底间呼啸 他被风雪眯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见前方一个人影盘膝而坐 面上一起走了过去 高人 在下摸金派大弟子陈瑞 话说到一半 瞬间失声 陈瑞看到眼前景色之后 双目瞬间大睁 呆住了 前方 林妃盘膝而坐 周身笼罩一层腐朽哭泣的气息 铺天盖地的雪花 落不到她的身上 稍一近身 便完全化作了飞灰 她周身数十丈 出现一片浓黑的地面 在这雪白的世界中 仿佛一处黑色漩涡 带着毁灭的力量涌动 好像正在作画一样 她满头乌发 缓缓变成白丝 枯寂无光 年轻的面容上 一点点爬上了皱纹 萧条寂寥的气息 散向四方 一抹沉沉地 令人心惊的力量 漂浮在林妃周围 不向外界作用 倒死她自身所致 衰老来得很快 仿佛一瞬便是百年 她的容颜快速枯老 她的外袍变得腐朽 仿佛一阵风吹过 眼前这个人便会化作飞灰 随风而去 很快 死亡的气息若隐若现 可当林妃衰老到了极致之时 心生的力量 仿佛破土而出的嫩芽 重新从她身上绽放 皱纹一条条消失 白发变成青丝 如此循环往复 流转不绝 陈瑞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看得目瞪口呆 等她回过神 看着再次变得衰老的林妃 不由她打了个哆嗦 然后转身跑了 没过多久 禁地的石门再次被打开 师父你快点 我担心她现在就要死了 她死了 咱俩都活不了 陈瑞拉扯着流通 从山壁外面迈入 急急地朝林妃跑了过来 流通一脸不耐烦 可当她看到林妃的模样后 两条浓黑的眉毛 一点点蹙了起来 怎么样师父 她不会真的要死了吧 陈瑞坠坠不安 林妃好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控制 身体逐渐衰老 而腹又充满活力 如此循环往复 流通轻轻摇了摇头 哎呀 说不准哪 什么意思啊 流通神色肃然 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你可知道 这周天万界之内 有一处换作罗浮世界 知道 听闻啊 这罗浮世界的修士 在住金丹之前啊 就需经历六界 其中一界啊 名为新界 需要修士 长辩坚心 直面本心 破除恐惧 方得顿悟 在经历新界时啊 罗浮的修士 需要经历 由生到死 富有死到生的过程 陈瑞听得似懂非懂 他们龙骨界的修士 天生血液中 蕴含一缕真龙血脉 步入修炼意图后 没有其他世界那么复杂 天赋的高低 也只是看自身血液中 真龙血脉的多少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